現在我為大家介紹Galaxy DIY App的製作方法 Step 1 首先Galaxy DIY App是支持兩個platform的 分別是iOS和Android Step 2 客人可以用自己品牌的logo或照片 去設計出DIY App的icon Step 3 我們將會提供三個不同的 Apps 介面給客人選擇 三個介面中的文字和照片都可以自行更改 介面1 適合文字較多的客人 介面2 適合圖片較多的客人 介面3 適合喜歡自己設計多些的客人 所有banner可以自行設計 Step 4 設計你的menu 每個客人都會有5個不同的categories 可以自行設定或修改 請看Sample 1 About Us 客人可以修改或編排的5個選項 當編排好所有選項 之後就可以設計選項中的欄文 請看Sample 當你kick up About Us 我們有指定的相片和文字位置 只要你在我們的後台上 share your funds對應的資料 就可以在Apps 上輸出來了 Step 5 設計你的product and service 的介面 product and service 我們都有3種不同的display方法 客人如果選擇介面1 可以設計banner 去highlight一些重點產品 如果客人選擇介面2 左邊圖片 右邊文字敘述 可以方便客人 在後台管理update上更加方便 客人都可以選擇介面3 用9張圖或者6格的方式 去展示你們的產品 Step 6 當設計完product and service 的介面之後 可以看回裏面的來文 在對應的位置輸入圖片和文字 我們還有支持PDF 的上載 Step 7 news and press 的介面 我們的介面會用listing的方式 去display你的news 進入event 之後 會有圖片及文字 Step 8 我們還有movie 的功能 movie 功能 movie 功能 會以六格的方式 去展示一個view圖 當你鍵入去 會pop up一個youtube movie 提供觀看 Step 9 contact us 介面 客人可以輸入所有store的地址及資料 每一個location都可以提供google mac 的功能 Step 10 我們會為客人提供後台管理系統 客人可以在後台管理系統 自行更新所有apps裡面的內容 客人download app之後 會自動連接網絡 每一次重新開啟app之後 都會自行更新 就算客人offline 都可以得到上次更新的資料 Step 11 push notification 即時推廣服務 客人可以在管理平台輸入信息 立資通知客戶 Step 12 客人可以自己更改apps界面的顏色 Step 13 增值服務 除了以上DIY服務之外 我們將提供以下增值服務 1.Online Registration 即時InApp報名 2.Online Shop InApp購物 Multi-language 支持多種語言 App Scam 遊戲設計 Membership System 會員系統 選擇 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